中华艺术 江淼1981年出生于吉林 从小便展示出过人的艺术天分 作为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05级本科09级研究生的学院派画家 江淼一直致力于探寻空间和精神层面的世界 他坚信可以通过艺术作品 让观赏者看到一个在三维空间之上 容纳着意识形态的更高层的思想世界 2004年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江淼 便开始受邀参加世界各地的艺术展 并先后四次在北京、澳门、武汉三地成功举办个人艺术作品展 他的艺术作品始终在传达着中华传统的艺术哲学观 十几年的绘画生涯 无望初心、坚守本我、勇敢探索 是江淼一直追寻并秉持的创作理念 江淼您好 首先先和我们介绍一下近期的作品吧 最近我在做的作品是生命系列 是这个为主题的 然后作品具体的呈现我想要表达出一种活的生命体的 积极的正能量的那种作品 这个生命系列下边有几个这样的一个构思和大的概念 第一个是钥匙 就是打开生命的那种钥匙的那种感觉的作品 它是在那种自由空间里边在寻找的那样的一种 就是一个系列的作品 然后第二个是 就是个体生命的重生 是经过时间、空间这样的冲刷 然后顽强的那种生命力 重组在绽放它生命的光芒的那样的一个 一个感觉的作品 然后第三组是轮回系列 是那种涅槃重生的那种 就是那圆形的那一批 它是那种我想表达是一种大的空间 那种磁场的那种引力、斥力 然后它形成了一个波玄 一个大的漩涡 然后所有的这种生命的基础 细胞也好是电子也好 还是原子也好 在里面重新冲刷 然后从祖再造新的生命 我觉得是一种重生的那种感觉 然后它是一个大的那个空间系统 里面所有的生命体是一个 可运行的一个生态 然后它是众生的那种感觉的 然后第四组是这个天眼系列的 就是其实是在那个轮回那个系列之后 又延续出来就是把人的意识加强 就是我在这个空间内可能撕开一道墙纸 然后那个世界的东西我看到了 就是有一种那种感觉 那竖着它是其实是意象的那个 就是那个眼睛 横着呢就是我们意象的人的这样的眼睛 它其实就主要的是加了一个人的渴望 其实刚走进姜淼工作室的时候 它画面当中色彩的艳丽和图案的新奇 是最吸引我眼球的 问过姜淼之后才知道 它用了当下特别少有的一种创作方式 就是以丙细上色为基础 同时呢在通过雕刻的方式 呈现出最终的视觉上动态 以及立体的效果 在画面当中细腻鲜明 无规则却又呈现出一种有规则的色彩变化 是我最想问姜淼的 这是怎么呈现出来的 姜淼告诉我说 其实我们不知道也没有看到的 是在它一幅画最终呈现效果的底部 已经蕴藏了二十多幅不同的创作 这二十多幅不同的画面都是记性的 当然也肯定是不同的 等于它通过一遍又一遍的推导重来的过程 才呈现出最终我们看到的画面效果 这是让我觉得太有趣的一点 也是让我觉得太不可思议的一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其实当我看到姜淼在雕刻的过程之后 我才真的觉得姜淼的艺术作品活起来了 不仅仅是视觉效果动起来了 我觉得它真的有生命力了 因为每一刀下去的时候 我都能感受到从姜淼的眼睛 姜淼的手 甚至姜淼的整个身体 都输入进这幅画一种能量 我觉得这也一定是姜淼吸收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才真的觉得这些画是有生命力的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艺术家 而且这才是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创作过程 其实这幅作品其实就是天眼系列 对 这个是天眼系列的其中一幅 竖着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宇宙的概念 对 横过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 人眼的那个意识 对 意象 那是为什么会选择这些空间感极强作为类型的主要主题呢 因为我是这阶段做的还是一个 就是洞察宇宙真相的那种渴望 其实是我对能量 对智慧的一种渴望 因为我觉得 它可能才是我们就是真正的生命 因为我们是 就是那个是上层建筑嘛 然后来控制的我们就是现实的这些 所有的行为和你的理念和你的决定 所以我想表达的是 从高一维度的那个地方去获取更多的 就是意识能量 来就是影响我们今世的所有的行为 这样的一个作品 而且它也是 其实也是我这么多年 一直的这个绘画的一个脉络 就是还是站在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 宇宙观的系统下 它是一个天人合一和就是 天人感应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脉络下的作品 对 那是怎么找到这四个方向 四个角度来作为您绘画的基础 四个角度 它其实还是对生命不同角度的一个演化 比如说个体的 然后有群体的 然后也有我个体在这个空间里面去在寻找 在游走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个是我可能在这一个空间 我洞察到了之后我找到了 就是它其实是还是一个主题 但是就是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侧面和不同的阶段 选择这四个角度的原因是因为在生活当中所受到的启发 或者是看到的书电影当中所感知到的吗 不是 我觉得您说的那些还都是一个 只是一个表面现象的问题 那你为什么要去找那部电影 为什么要看那个书呢 我觉得还是一个我 我自己本身的需要 因为作品其实艺术品它也是我们精神的一种要 首先作为艺术家来讲 我觉得我是那种比较敏感的 然后就是也是比较黑暗的那种人 我对人性的一些悲观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 经常会让我自己状态不太中正 所以我做这样的作品 首先是我自己的需要 我在做它的过程中 我能够找到我自己的力量 它能给我力量 我觉得这是首先 我在做这批作品的一个出发点 然后这个过程 它也能满足我的这个需求 其实这是一个最根本的 作为艺术家来讲 我觉得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东西 它也是他自己的需求 现在看到您作品的人应该是越来越多 您有没有最在意人的评价 当然有 就是作品 我觉得一件艺术品 艺术家把它创作出来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需要 比如说谁来给你做推广 他有什么样的认知 他有什么样的理念 其实他是二次在创作你的作品 因为艺术家只是一个他个人的一个角度 那可能第二个人看到的时候 他带的是全社会的一个信息量 然后把这个东西 他想要怎么去把它再展开 包括感觉 然后最终是谁来收藏你的作品 那他是一个对世界是一个有什么传达想法的人吗 那他第三次创作 然后三者结合之后 我觉得才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品 您觉得艺术品最终实现它的价值是怎样实现的 实现它的价值还是要看它的能量能够去影响多少人 或者是多少人能够接受到 或者开启它 帮助它 就是我说艺术品它其实就是一种药 它是一种精神的药 每个人他会有不同的问题 就是你需要的和我需要的是不一样的 那就看他这个作品能不能发挥它的价值 就是说有没有人需要这种药去疗伤 去平衡自己 但是首先作为我是艺术家来讲 我首先他是能够满足我自己的 它是一个社会性的东西 所以他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够判断的 我们现在常说 常听到一个观念 就是看不懂的艺术 它好像就是比较高级的艺术 它就是比较好的艺术 是这样的? 那肯定不是这样 就是看不懂 这个是有很多因素 一种呢是 就是看不懂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语境下面说的 比如说你很感兴趣 你说但是我只是看不懂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值得研究很有价值的问题 因为你感兴趣你的感知已经认可它了的时候 你的现实的知识或者什么的不能够寻找出它的逻辑 这个我觉得没有问题 因为作品本身它就是启发你那个心灵的点 你已经感知到了 其实你已经理解到了 然后其他的东西就需要你慢慢梳理自己 不要用那个思维逻辑去考虑 你思维逻辑超不出肉身和三维空间的这些事 它还是就是不能进入到意识层 你只要感知到就好 然后里边的东西就慢慢体会 还有一种就是如果完全看不懂 那我觉得它就不是你需要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种作品就是说看不懂 那个也很正常就是实验艺术 看不懂是很正常的 因为作者我觉得他本身 他自己都看不懂 因为他做实验 他是在希望自己把这个艺术向前推进 不停地可以做各种就是无意识的实验 然后能不能从一个实验里找到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新的东西 或者是未来的东西 那种的就是 就是跟科学家做实验差不多 不需要懂 不需要懂 你只需要觉得你想不想去支持他就行 您觉得艺术作品如果说欣赏者无法理解的话 还是欣赏者没有理解到艺术家吗 或者没有达到艺术家的高度吗 就是每个人是自己最了解自己的需求 艺术它还是精神的需求 你每个人需要什么样的艺术品 也是不一样的 你要选 对 那没看懂或者没感觉 那可能是它不是你需要的 它可能是那个人需要的 那你需要的你还需要再找 就是我们身体是要需要这些东西 那精神可能也 你也必须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和江淼见面之前 通过网上的一些资料和采访 会让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个性 甚至非常自我的一个人 在之前一定会带给我一种所谓的距离感 但是随着慢慢的接触之后 他让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位非常有耐心 而且非常愿意分享和沟通的艺术家 他之前的距离感 只是他对于艺术创作的一种坚守和执着 享受孤独是艺术家必须具备的一个素质 就是孤独我觉得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其实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真相 就是说你的灵魂孤独的来 你最后走还是孤独的走 一切三维空间的物质或者人 他都是你临时的一个伴侣 最终还是你自己怎么来怎么走 然后你中间你要怎么走你这个路径 然后艺术家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好的循环体 就是说他在做作品的时候 他的灵魂正在与作品这样来回的旋转交换融合 所以他可能对孤独的那种体会是一种自我的那种循环满足 他可以完整的闭合这个体系 所以他就不太需要那个就是市面上所说的那种 是不是你一个人呆着那叫孤独 你十个人呆着叫不孤独 但是我觉得那个是现象 本质上来讲 还是要看你这个体系能不能循环起来 我看到很多文学家 他们在创作当中是非常孤独的 甚至是非常无聊的 在您的创作过程当中是这样 您有这种体会吗 我觉得不孤独 我觉得我反而是我不愿意出去 我出去见人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是孤独的 因为我觉得那种是跟人家没法沟通 说不上话 虽然这个真实的人在你眼前 但是你觉得你是 你们两个是两个格格不入的两个世界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在独处的时候 我觉得我能跟我的思维跟我的作品 我的作品我觉得它就是生命 它就是一个活着的一个生命 我可以跟它去做任何的交流任何的对话 我给它提出问题 它就回答我 我觉得任何一个可能亲密的朋友或者是伴侣 他都不可能做到 就是这样的没有棱角 没有角度 就是做到这样的无所不知 所以我觉得我是那种 应该还是做到了一定 我自己觉得是做到艺术家的一定境界 就是能够自我享受于这个创作的过程 然后能够自我循环的这么的一个完好的一个过程 所以就是说的那个孤独这个词 我觉得每个人理解其实也不一样 我不知道你说那个作家他说的那个孤独是一种什么语境下说的 所以假如你看到我平时的工作 你会觉得我是孤独的 但是我自己感觉的是我不孤独 但是反而是你可能看到我不孤独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是很孤独的 那绘画对于您来说是面对现实的图景还是 其实绘画算是您逃避现实的一点园 我觉得绘画 我自己是抛开这些一切的那个 就是这种生活里边这些现象 我觉得我在用绘画找真理 因为我可能最擅长的一个方式就是绘画 所以我就用我最擅长的方式去寻求 我觉得最真实的那个东西 您看您之前也画油画 也画绊画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主要开始做这种丙心上的雕刻 这个其实我很早就在做 但是像我选择材料 我也是根据阶段 我不同的那种思维心境上的需要 那我觉得像就是那段画油画 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要孕育 然后孕育生命 能量叙事待发 然后对这种就是天人合一的那种状态 我觉得就要极安静 然后颜色特别的雅 特别的中性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选那个 这个三百年前四百年前的那个 成古典油画的那个绘画技法 它那种薄透的那种空间的感觉 能够把我那样的意境表达出来 然后现在的这个因为我是要肯定的 因为肯定它也是一种力量 然后色彩的那种光芒 那种耀眼的那种它也是能量 所以我要把它们相结合起来 让那种生命那种就是绚丽的那种出来的 所以我就要用这样的材料 在当下的艺术环境当中 很多人都说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坚守 是非常难得并且非常艰辛的事情 但是于姜淼而言 这反而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 甚至保留初心并不是一件多难的事情 姜淼的目标早已不仅仅是成为一名优秀的艺术家 而是成为一名有尊严的艺术家 成为一名話 成果是个必质的 成果果的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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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